第五是弟子等修学 办学 虽历经十四年 除了一般苦干的杀劲 以及祈求福利加持 该如何评价个人修学办学 是否真正如理如法 这个标准是在经典 依照经典 决定没错 如果我们个人谈的是什么标准 那都是假的 真正自己修行跟办事 学能办得成功 是你的修学成就 自己修学不成就 你的办学不可能成就 这一点我们在讲经的时候也常常提到 世间不能是中国外国 真正是大声大言 几乎都是选择教育 这个世间行业很多 他选哪个 他选教育 我们从什么地方看 从全世界 宗教的创世人 注意要晓得 宗教都是社会教育 佛教是教育 其他宗教也是教育 这些都是神人 都不是普通人 他们 十月期 这个世间 各种行业 他来搞教育 他的教育能搞得成功 能够有那么多人跟他学 而且传的时候千百年 靠什么呢 自己做到 才有这么大的力量 孔夫子我们知道 他老人家过去周游列顾 目的是想求一个一官半职 后来施展他的冒附 夫子一生最敬佩的是周公 他非常想求周公 但是当时这些祝侯 没有人用他 在外面搞了十几年 没人用他 这才回到老家 回到老家老了啊 六十八岁了 所以回去之后 把这个念头打消了 教育 他七十三岁走的 只教了五年 五年有这么大的成就 靠什么 自己做到 这是今天提出这个问题 这最好的档案 夫子本身做到 所以他教学成功 你看看三千弟子 跟他学的人 亲近他的人 七十二千人 真正有成就的七十二个人 那么中国这几千年来 从此与教育工作的人很多啊 时间也比孔父子长啊 有几个学生出来呢 哪一个人的一生的成就 能跟孔子相比 七十二个学生啊 在历史上找不到 过去没有啊 将来恐怕还很难 这是背后人尊称为 至深心思 有道理 释迦牟尼弗 那是真聪明 他是王子 他可以集成王位 不要不干 孔子还想去做官呢 他有官有皇帝 这都不做 他丢掉了 不干 专门从事与教学工作 他教了四十九年 那这个了不起啊 他做的比夫子还要彻底 我们今天讲的一些戒律 他全做到了 都是他日常生活记载下来 这些戒律啊 他全做到了 所以他的成就高了 我们常常在经上读到 他这个长岁中啊 一千二百五十五人成就的 夫子成就七十二个人 释迦牟尼弗成就的一千二百五十五个人 出家学生 再加菩萨不算 这个就说明 自己修学成就 才能帮助别人成就 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年 明白这个道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建立一个中心 这才是十一院的 中心大概十一院可以完工 我这次就看了 跟他们大家谈谈话 见见面 我们要求在中心里头 真正从事于学习 将来肩负其教学责任的 这些年轻人 我要求他胜念不离开中心 胜念当中 你们一面教一面学 读书啊 天天要读书 读神仙书啊 真正做学问啊 提高自己的修养啊 你所懂得的 你一定都要做到 你才能有成就 如果心里还想这个想那个 那就完了 你不能成就了 那么学习 那么学习 弟子归根 十善一道是基础 必须修口 期限呢 一年 一年一定要做到 做不到 就被淘汰掉了 第二年所学习的是盖伦 这盖伦我们选择的 儒家的盖伦 三字经 是盖伦 要细讲 那是中国传统学书盖伦 佛法的盖伦 杨仁山 就是变了一个 佛教三字经 这是第二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